老师为你感到着和 可我有你这样的老师 而感到可恥 海娃 别这样 不要冲动 我今天过来 就没想过活着出去 杀了你们两个 我也就死得其所了 杀了我 你那么恨我 没错 我恨你 我恨你害死了我爹 我娘 还有小芳 我姑姑 我姑父 那么多的兄弟 甚至包括你自己的 亲身女儿 你别说我 豪姨 豪姨是你害死的 不 他是被你的炸弹炸死的 那你爹呢 要不然他不保护你 他不会死的 是你害死他的 海温 我已经给过你五十次的指挥 可惜 你慢慢变成我的敌人 王八蛋 顾家世世代代祖宗给我古正堂留下的财产 你想毁了他 没门 东海温 东团队 我们十三之间的较量 从今天起 已经开始结束了 我亲眼看见 你从一个矛斗小子 陈将伟 抵抗足迹的头目 陈将伟 令所有队修委屈的勇者 作为学生 你教给了老师 一份不错的产纪 我告诉你 你我 都是失败者 宽敬开采以后 根据我的判断 你华的判断托 只像个冰箱的一场 人生的判断托 你的父亲永远抬走了 抬走了 也比给你这个强盗强 这可能是你这辈子最大的遗憾吧 你呀 对我来说 同地 同款 你这辈子 已经并不那么重要 我要你的名 你没听说过中国的一句古话吗 谁笑到最后 谁才是真正的赢家 好的心情是 永远是 给这山立者的 在山面 我那兵 已经在担着你了 给我一起出去吧 停车 老伯娘 找火的 上 找火 走 走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告诉你 我管不了 我不管 我管得了我也不管 海湾 海湾你出来 行了 别喊了 朕不管你李宗盛 李他娘的吓死我了你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拥护党的纲领 遵守党的章程 履行党员义务 执行党的决定 宣誓人 东海文 韩峰 东海文 韩峰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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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知道你会来 只是没想到 你回来了这么早 你来得不比我早啊 往事如烟 往事如梦 为了赶索小儿本 我们付出的代价太沉重了 我们终于胜利了 我娘 小缝儿 还有赵政伟他们的在天之灵 一定会和我们一样高兴 他们一定会高兴 海娃 你该给你爹修个坟了 这人没找到 读者一直不答应 这段时间我也多方打听 你爹的事很少有人知道 就算有那么一两个知道的 说的也都不是好话 谢谢你 还惦记这事 慢慢来吧 来 给咱娘捎点纸 老太太信服信了一辈子 说是到了阴间 也别忘了给他烧点钱花 这是那行生前的嘱咐 海娃 你看 这儿有人烧过纸 是不见着 请听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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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听 这儿烧过纸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报告 报告 进来 市长 市长 这一不打仗 你们俩这一收拾 还像模像样的 我们以前不收拾的时候 也有模有样的 底子好吗 就是 你呀 你以前那淘气劲你又来了 市长 怎么感觉您越来越年轻了呀 是不是害怕 是啊 人风喜事 精神爽嘛 来 坐坐坐 咱来 坐 解放了 马上要转入另外的一个战场了 来看看 你们想干点什么 我是学开矿的 还是想回去干老本行 韩康 好 你呢 我这兵还没有当够 而且这仗还没有打完 我想咱俩 穷追猛打脚光头 解放全中国 好 不过 革命军人 还得服从组织上的安排 经组织决定 考虑到韩峰同志对矿区的经验比较丰富 组织上决定 调你到大瑶山矿物局当局长 东海文同志担任同江市公安局局长 我 我怎么觉得咱俩的职务换一换 会更合适一些呢 组织上这么安排 一定要组织上能到晚 这事就这么定了 好 嗯 日本侵略者被赶跑了 国民党反农派也已经日拨牺牲 但是我们肩上的担子还很重 为了支援前线解放全中国 当前最大的一件事 就是把当年被咱们炸毁的大瑶山铜矿 尽快恢复 生产出铜钉 以匹匹地用完兵工厂 当年我们前府后继 流血牺牲换来的这些资源 这回该派上大用场了 另外还玩 我再告诉你一个好消息 好 考虑到公安局反间清算任务十分艰巨 将组织决定 给你们公安局加强力量 派一个正位 那太好了 谢谢市长 好 你好 正位 小凤 真的是你吗 你还活着 你怎么不跟我联系啊 董局长 我的办公室在哪儿 我想尽快投入工作 你怎么了 我说我想尽快投入工作 小凤 你 小凤 咱俩这么多年没见 你怎么这样啊 没什么 现在你是局长 我是政委 我们的关系就是这样 什么就是这样 我是你丈夫 咱俩可是败过堂的 而且还不止败过一回呢 我没有结婚状了 没有法律认可的就不是 小凤 你什么时候学了这些 说话一套一套的 还和我谈法律 我不想跟你多说 我的态度就一个 作为政委配合你工作 希望我们可以互相尊重 你是认真的吗 对 认真的 那你能告诉我为什么吗 因为这么多年过去了 该忘了都忘了 大家火龙加把劲啊 争取早日投入生产 韩局长 董局长 你怎么有功过来啊你 过来看看你啊 规模搞得不错吧 这么快就弄得轰轰烈烈的啊 这都急死我了 这辽沈战役刚打完 平津战役就要打响 冰工厂那边 三天一封加急电报啊 挑担子的人走得快嘛 不过最近 国民党铁血青年团 一直在搞爆炸搞暗杀 所以 矿需生产的进度和安全 是关键 也是防范敌特分子 捣乱和破坏了重度 欢迎你来当中腿 将妖出谋 你说什么 小缝花了吗 新来的正晚 走走走 你干吗呀 把小缝叫过来呀 放开 他变了 怎么了 说话一套一套的 还说以前我们的婚姻不作数 不受法律认可 那野丫头能说出这种样的话 你打死我也不信 别说你不信我也不信 看来这么多年 他真的是变了很多呀 这人生经历了生死 他肯定多少会有点变化 你要说他对你的感情变了 绝对不可能 我看呀 八成他是在跟你斗技呢 你说 会不会还是因为他哥的事啊 不可能 他呀是非对错 清楚得很 你先坐 不瞒你说 我一直觉得古真他没有死 行什么 就凭那天 在我梁沐贤发现的那堆纸贤 还有那些鞋印啊 你都说了小缝回来了 那也没准是小缝留下来 那天我在路上碰到一个卖风车的人 虽然风车遮住了他的脸 但是他的眼神我非常熟悉 那清理这么说 这越来越有鼻子有眼了 也不是没这种可能 当年大爆炸以后 我们清理矿区的时候 就没有发现古人堂的尸体 以为他是被炸走了行 没法辨认 但我刚听你这么一说 他还真没死啊 不好说 开玩儿 你爹的事都偷虚了 还没有 要不然 让冰山去帮帮忙 他从事这下工作那么多年 知道的信息也多 实在不行 再让他去找组长去求求情 你看行吗 这倒是个好方法 要不一会儿我去找冰山 你去找小缝 你不是说你不让我和小缝见面吗 不让你和他见面 你这心里能踏实吗 我可提个醒啊 你见了面别吓一跳 要不这样吧 回头你安排个时间 咱们三个一起见个面 好好聚聚 好 就按你说的做 好 市长 我父亲的问题 一直是我的一块心病 这对我也造成很大的厌厉 那你说我对你父亲应该是比较熟悉 也一直在关注被这位老人搞强劲事问题 你父亲的死一直是个谜 组织上也一直在查找这方面的线索 可是关键证人 他死的死藏的藏 查找起了十分困难 这个叫刘金坤的人 他到底死没死啊 明是说刘署长 凭他和我爹还有日本人的关系 他确实应该知道一些什么 这些年我也一直在找他 可惜没有找到 反间清算工作已经展开 要不就发动群众 查一查这个人 群众揭发了其余可疑人员 我现在麻烦您也帮我留意一下 我相信我爹的清白 我始终记得 他给我的那封信上的最后一句话 王师北定中元日 家计无望告乃翁 让开 让开 是 反间清算的关键 就是要发动人民群众 大打人民战争 人民的眼睛是雪亮的 人民的觉悟也很高 翻身解放了 这些人痛恨日北时期的军警献特 把他们挖出来 向他们讨还血债 这是一件大快人心的事情 报告 请进 董警长 听说那个满脸十八的人 在北市场的胡同里看报纸呢 走 去看看 局长 秋晨开了会呢 回来再开 为什么 我怀疑他就是顾真堂 走 走 董局长 你现在很不正常 你父亲的问题没有解决 你心里难受 这个可以理解 可是你不能把这种情绪带的工作上来 一个已经死了好久的人 成天挂在嘴上 你不觉得你这样有点烛火入魔了吗 顾政委 我看你没有必要这么大动担火吧 不许动 把手机一起来 走 走了 走得好一块了 你怎么不早说 董局长 没必要这么大动担火吧 回去开会吧 行 听政委呢 对了 韩芬说想见你 一会儿我们三个拒绝 韩芬 他在哪儿 瞧你 一提到韩芬 看把你给乐的 满月楼 我请客 请吧 政委 走 二位客官想吃点什么吗 对 小枫 我姓谷 顾小枫 顾正伟 点菜吧 随便吧 听见了没 点个随便吧 先生这 从菜补的第一个数到第六个随便上 对 方便 小枫 你别不说话 我想在韩芬来之前 咱俩好好聊聊 我们没什么好聊的 是我什么地方做错了吗 这些年 你的欲坠我一直都留着 每次看到了她 我总是想到了你 我真的挺傻的 其实那天和韩芬在一块儿 在娘的墓前烧纸前 看到那堆指挥 我就应该想到你还活着的 什么指挥 我刚回来几天 太忙了 还没时间去看你啊 这么说 烧纸前的不是你 我有必要骗你吗 顾正涛还活着 小枫 顾正涛一定还活着 我跟你的妈妈 好了 这么久 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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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抓错人了 就是你 快走 走 你看见豆了 没看错吧 没错 入城市那天我看到柳衙了 她手里拉着的一个孩子 很有可能就是豆 那这个孩子 现在应该已经十岁了 她是股价唯一的血脉 我一定要找到她 把她两大成人 对了 娘目前那堆纸 也不是小光少的 那还真是 我相信我的判断是正确的 那天我在那条大街 看到一个刑迹非常可疑的人 当时他是在买风车 风车基本上遮住了他的脸 但是我只看到了他的眼睛 从他的眼睛 我觉得很熟悉 这个人很有可能就是谷真他 你觉得呢 还不 我也这么认为 小光 你觉得呢 你觉得呢 你们反映的情况非常重要 古震堂的问题 必须要引起高度重视 我们一定要抓住 这个罪大恶极的叛徒和罕奸 彻底清算他的罪行 upli 你怎么来了 我在登普门总局呢 物理方喜欢 好吧 好 工作谈完了 咱们谈谈 你们俩的私人问题吧 我什么时候吃你们俩的喜糖啊 你这一个大男人心里都没底了 我可是等不及了 这怎么着 这还给我打埋伏啊 你们要是觉得两个人在一起谈恋爱不方便 那我就把你们俩调开 那你们俩谁离开公安局啊 还是别了 看来我今天是打了一个没有意义的消耗斩 今天上午十点我还要到分区开个会 那咱们一块儿走吧 好 好 收拾东西 我那车怎么还没来 没有关系 坐我的车好了 行李 到 送孙师长去开会 是 好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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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师长 慢走 慢走 听 好 再见啊 慢走 慢走 好 好 好 董事长 室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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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师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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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铁血青年 同志们 忠诚的革命战士 同江市人民政府 师长 孙爱博同志 壮烈牺牲啊 孙爱博同志 化名冰山 长期以来 是我们同江 党组织的负责人 也是我们大家尊敬的老首长 老战友 他没有倒在抗日战争 和解放战争的枪林待遇中 却死在了国民党反动派的 卑鄙的暗杀下 新中国又要成立 但是他却没有等到这一天 永远地离开了我们 同志们 我们要化悲痛为力量 继承冰山烈士的一致 完成冰山同志未尽的事业 让我们大家一起 敲响国民党反动派的丧钟 为冰山同志报仇 为冰山同志报仇 严惩杀人凶手 为冰山同志报仇 严惩杀人凶手 对 我们一定要严惩杀人凶手 向敌人套还许臣 通过勘查我们发现 炸药就安放在副驾驶的座位底下 也就是我平时习惯做的为止 这就可以看出 这次报仗案是针对我来的 这也就进一步认证了我的判断 古震堂还活着 他在对我进行报复 所以我决定立即下发通缉令 通缉古震堂 我不同意 哪有给死人下发通缉令的 这太荒唐了 兵山同志牺牲之前说了五个字 铁血青年团 是国民党的铁血青年团 我们要瞄准目标严厉打击 不能因为个人仇恨 而搞偏了侦察方向 这样做不利于工作 古晓凤同志 我希望你相信一个公安局长的直觉 看风水 客台印 要知凶其事 本心便得知 看风水 客台印 要知凶其事 本心便得知 看风水 客台印 要知 不用神仙告你之 我便可以告你之 我来给你算一挂 我知道你会主动找上门来的 你告诉我 你到底是什么人 商人还来拯救你 帮助你成就大业的人 独屁大业 你看我现在都成了丧家权了 伏计必反 伏计太难 你马上就试来运转了 我还说你马上要当皇帝呢 你告诉我 董花柳牙是不是在你那儿 现在按照部署分头行动 散会 是 明天是我娘的今日 我想到烈士爷爷去看看他 东海文 听说找你相亲的姑娘络绎不绝啊 这样做已经影响到公安系统的正常工作 请你注意一下公安局长的形象 政委同志 你说说 你的同志都已经三十出头了 还没结婚 连个女朋友都没有 你这个当政委的不闻不问 莫不关心 你说你对不对 你这个政委是怎么当的 好啊 要不要我动员全局给你找对象啊 必要的时候他管不电台给你管不管不 开什么玩笑 没有调查研究就没有发言权 我那是替韩风找的 他总是不去看 我就替他看了几次 没准那几个小姑娘是误会了 对了 明天我要开会 恐怕不能陪你去了 谁也没请你去 't do 好了 语音规判 嗯 欸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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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果然活着 小妹 是你吗 是我 我也活着 那年 我没打捞到你 我就知道你一定还活着 活着就好啊 这么多年了 生生死死打打杀杀 我们骨架 就只剩下咱们两个人了 不要把我跟你扯在一起 我不认识你这个双手战门 线线的败类 你骂吧 骂吧 只要你痛快 你就骂吧 我恨不得现在就打死你 你开枪吧 我没想到啊 我这辈子这么疼你 居然落到了今天这个地步 你忍心下手吗 爸爸 你打啊 看啊 小一鸣 五大小姐久违了 跟我们走一趟吧 你们到底是什么人 国民党铁血青眼团 你是什么时候嫁入她 早在进你们股家之前就是了 你混蛋 恶为其主 冰山的案子是你做的 不 但是你哥的杰作 真的是你 冰山那是他倒霉 替东海文打了一把 我原来是想要炸死东海文的 看来海文说他没错 把他带走 老公 过来 过来 你没事吧 你没事 台队 你不是你的亲妹妹 她是共产党 你还护着她 你少废话 走 上车 你没事吧 没事吧 没事 到会儿了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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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给我 铁血青年团 看来势力不小啊 你怎么来了 我不来 你不被他们抓走了 朕没想到 那个甲育铭 潜伏了这么久 铁血青年团 跟古正堂联手 这下麻烦大了 马上回局里 制定作战方案 一定要打垮这股势力 有什么吩咐啊 古正伟 谢谢你 怎么谢法 给你广播广播 找个女朋友 说话可得算话啊 我可接着呢 老公 你老公 我就知道你是国民党 毕人士军统保定站 上校副站长 毕人封上风的指示 行了 行了 我谢谢你救了我的命 来 干了 我就知道你跟他们斗气 你这是鸡蛋碰石头 要对付共产党 广城匹夫之勇是不行的 别招了 吴老板 共产党把你害成这样 有时间赶紧想想办法怎么报仇吧 当初我劝你别跟共产党走 别跟八路军走 可你就是不提 当年你要是发展成国军的力量 现在早就是占据司令了 那我就从不吃喝回药 不管怎么说 共产党 现在就是咱们共同的敌人 难道你的大摇山 就这样交给了共产党 交给了董海文 他们天天都在开采你的头矿 你就这么忍心地看得下去 我得不到的东西 别人也别想得到